王宝强林片酬出演 追加一千万投资 只提了一个条件 就被徐征一口回绝 王宝强从此投奔陈思成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说冯小刚是王宝强的伯乐 那么徐征就是王宝强的贵人 王宝强从草根登上大荧幕 就是从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开始 随后徐征就找到王宝强合作 虽然是个小成本的影片 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人在窘途 能如此大火 最终甚至夺得3700万票房 创下当时的影片票房记录 至此徐征看到了封口 于是开始筹拍 9系列电影 于是他继续找来王宝强和黄博出演第二部 太久 但当时资金短缺 王宝强只拿到了200万的片酬 黄博则看到兄弟如此为难 于是直接表示自己零片酬出演 但这300万当自己投资入目 即便是票房不理想 他也认了 没想到这一下有情之举 却给黄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 太久 再次大火 黄博一下子就获得了5000万的分红 王宝强看在眼里 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别看 王宝强是草根出身 全身都透着一股子傻尽 但他的脑子可是惊得很 当徐征看到这系列影片的商机后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拍 港九 但这时 王宝强的脑子里 已经开始盘算了 当徐征开口再次邀请他出演时 王宝强却表示自己 能零片酬出演 不仅不要那500万的片酬 还追加1000万的资金 只需要满足他 一个要求就行 那就是在电影上映后 给自己票房10%的分红 这一下也是让徐征看穿了 王宝强的心思 毕竟前两部都如此大火 港九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徐徐征不甘心就这样 把钱摆摆给他 毕竟当初真正有困难的时候 你不帮 现在有钱赚了 你倒是算计得很 也是让徐征认为 此人不可深交 此后两人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 徐征还曾在采访中被问到 如果王宝强出演 我不是要神 影片票房会不会涨10亿 结果没想到 徐征直接一口回绝 表示就是10个亿 自己也不用他 看得出 王宝强和徐征的关系 已经彻底断绝 不过也有人说 当时的徐征只是想要自己赚更多 才拒绝了王宝强 因为徐征的老婆 桃红也入了股 但不管怎么说 王宝强和徐征再也不可能合作 于是 这时的王宝强 就把目光转到了陈思成身上 当时 陈思成正在筹拍 唐探 他非常大方地 给了王宝强入股的机会 这下王宝强不仅有片酬 还能拿到分红 也是让他忍不住在采访中 都直呼陈思成更懂他的心思 而陈思成也算是捡了一个大漏 王宝强成了他的摇钱术 随后 唐探 二和三部都大转特转 而徐征的 港九 则因为换人而备受质疑 票房并没有前两部理想 看来 也是被陈思成狠狠打了脸 你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